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做一道填空题 题目是 假如你是一个汽车品牌的产品经理 让你打造一条20万亿的产品线 并且现在这个品牌已经有一款 入门级载轿车和一台中级轿车 那么在中间的空缺该怎么填补呢 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很简单 大家需要一台家用的SUV 和一台变向年轻定位的运动型轿车 而这个答案正好是长安起源给我们带来的 四股长弦 无所寄托一无心流浪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珠海 试驾长安起源的两款新车 Q05和A06 看到这两台车 我相信屏幕前面的伙伴会觉得 是不是非常熟悉呢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要做的就是向市场投放 很多的新能源产品 并且把更低的价格 更好的性能以及更大的这种实用性 带给消费者 那么这两台车我们一台来说 首先说这台Q05 这台Q05的话 它主打的一个定位是一个紧凑级的家用SUV 那么这样的一款车型 其实也是大部分家庭的消费者 在选择家庭的第一台车时候 会首要考虑的这样一款车型 那么从整个车的这种形态来看 给人的这种亲和力还是很强的 特别像大白有没有 它的整个设计的风格因为是一台PHEB车型 也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所以整个设计风格它会偏向于新能源化靠拢 中间的隔山是封闭式的 然后轮圈的造型也是封闭式的 一切的这一种服务 那都是向着节能 然后环保 以及降低风阻的这一块来设计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台A06 这台A06的定位就更加的精准了 它的一个定位是瞄准于年轻消费者 入门的第一台车型 那么从它的整个尺寸来看 其实这台A06和之前我们拍过的A05 其实整个的车身的长度还要更短一些 但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因为作为一个紧凑级的运动轿车 它要拿捏的就是这种运动的范儿 宽高比0.68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比例 轮圈运动化的造型 马牌MC6的轮胎 把它这种操控值也拉得很满 但更重要的是这台A06它有一个独门秘笈 就是它的可升降电动尾翼 在目前十几万的这个价格的车型里面 A06的这副颜值还是非常能打的 你把红豆藏过不如写我一首歌 多快你的名字 公正又好看 那么住进车内 这台Q05的类似造型还是长安的家族化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上置的仪表 然后全新造型的椭圆形的方向盘 握起来的手感非常的好 中间的车机 类似的功能应用丰富程度也是非常优秀的 A06的类似的风格 相比这台车就会更加的运动战斗一些 多层的这种错落有致的中空材造型 以及四块屏幕的排布 会让你觉得整个车坐进来之后 非常的战斗 非常的运动 那么具体的配置上面 这台Q05除了基本的IACC支持率巡航之外 还配备了545全景底盘 然后陡坡的前方的视野辅助 再加上APA5.0的一系列自动泊车的系统 让你在驾驶的时候 不管是整个的视野也好 还是整个的这种舒适度放松程度也好 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这些配置同样也沿袭到了A06上面 并且是A24 这台Q05它还自带了哨宾模式 当你停车或者人不在车旁的时候 如果发生擦挂 再也不会出现 找不到人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把这台A06先开起来 那为什么要先选这台A06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年轻人外 可年轻一点的车 也是很多像我这样的90后 买车的一个想法 第一个诉求 那么这台A06 首先第一个点 它的一个开启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先从它的电机这块来聊 因为其实电机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在选择这种新能源车型的时候 你不管是存电也好 插电混动也好 真程式也好 因为它都有电机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之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给大家分析了 常见的四种泳池同步电机 那么四种的组合 它分别是由 油冷水冷 原线扁线 来进行一个大致的区分 那么最高配置的电机 其实就是油冷扁线电机 而这台起源A06 包括那台Q05 它们就是使用的油冷扁线电机 十层的绕组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潮满率更高 因为扁线结构的这种缘故 它的这个所有的空隙里面 可以更好地填满你的线圈 整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第二点就是油冷 油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的散热性能的表现 包括它的急速的表现 然后还有这种衰减性的表现 都是由它的这个冷却系统来决定的 那么在十几万的这个价格的 插电混动车型里边 其实用到这个配置的不多 所以这一次A06 Q05 在两台车型上面用到油冷扁线这个东西 必须要点赞 然后就是整个的驾驶的感觉 这台A06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和它的外观展现出的特质是一样的 非常的运动 坐姿是低矮的 然后整个动力的输出 电机的功率158千瓦 最大扭矩336米 放在这台车型上 百公里加速时间6.9秒 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因为在燃油车的时代 你要去买6.9秒的车 你买个高尔夫GTI 对吧 20多万也是6.9秒 但它的动力的响应 绝对没有像现在这种 插电混动车型 带电的这种车型 来得那么跟脚 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 要去超车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轻轻的 踩一点油门 整个车都非常愿意往前跑 而且它是没有辞职的 所以这套动力的这种储备 包括你到后段加速 到100以后 整个的力量都是很够的 所以我觉得动力 是这台车很大的一个卖点 然后接下来是操控 前麦夫逊后 多灵感的悬架的调校 加上这么低矮的重心 放在这台车上 我们可想而知 它是整样的一个操控的表现 过弯 包括你去走一些 抛跳路面的时候 整个悬架 包括你的车型控制 起伏的控制 整个的贴地性 甚至我们在珠海 走那些跨海大桥的时候 上面的风很大 它的这种抗横风的稳定性 都是很好的 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 它的这种悬架几何的标定 是完全按照一台运动型车的 这种配方来打造的 那从刚才这台A06换的这台Q05上面 整个的感觉风格一下子就圈变了 如果说A06带给你的是运动 那么这台车带给你的就是轻松和舒适 这体现在整台车它的这种坐姿 后视镜的视野 高高在场的都市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整台车的NVH控制 这台Q05的NVH控制 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车型里边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 它的表现要比A06明显要好 但是这两台车的定位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从具体的这种参数来看 这台Q05它的这个电机的动力总成 和A06是一样的 也是油轮扁线电机这套组合 比较的厚道 然后就是整台的功率 158千瓦336米 放在这台车上 零百加速时间7.3秒 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驾驶的车型来说 这个动力是绰绰有余了 然后就是它的使用这一块 因为大家选的这种PHEB车型 肯定要在意一定的纯电行驶 以及油耗 那么这台车 它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 125公里 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你 差不多两天的中等幅度的 这种城市里边的通勤驾驶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它的使用的这种费用就很便宜 再加上如果家里有自己的充电桩的话 那么整个的使用的费用会变得更低 那么如果是在用油的情况下的话 这台Q05它的一个满电综合的油耗是1.3升 溃电油耗5.3升 所以这两个数据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种 混动车型的油耗表现 所以这台车它的一个综合的续航里程是达到了1215公里 完全可以满足一个长途沉寂的通行 那么我们在驾驶这种PHEV车型的时候 肯定日常生活中很难避免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该用纯电 什么时候该用这种混动来驾驶 用纯电的时候有电油耗很低 没电的时候油耗又会变高 或者在城市里边 你会觉得我想用电多一点 然后想用油少一点 有的时候就难免去手动切换 但是在这一台Q05上面 它是搭载了一个全部智能化控制的这样一套系统 在这套系统的帮助下 你其实只需要把它放在智能驱动的一个模式下边 它就可以自动的去分配 你的这种行驶工况下面的人员选择 它在城市里边会自动的用纯电跑得多一点 然后在高速上面用混动模式让你跑得更持久一点 四脚王这两台新车 其实这两台车不管是Q05还是A06 给到我的感受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先说Q05 这台车它的一个能耗性能 以及整个磁身的尺寸表现 以及它的配置表现确实非常的优秀 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在13万级的家用的SUV里边 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新的原车型选择 A0这台车它的一个血统 我觉得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它的一个运动血脉的传承 并且它的一个操控底盘的表现 再加上这台混动系统 赋予它6.9秒的这种性能表现 我相信喜欢驾驶的年轻消费者 肯定会对它非常的喜爱 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长安起源这个品牌 可以看到今年他们推出的新车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么我相信随着这两台车加入产品取证之后 回答我开头的那个填控题 20万以内 四款车型的这一个取证表现 长安起源 它在新能源化的这种布局上面 一定会走得更加的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